大二退学 他重新高考 一开学就报了一个花剧社 每次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我都觉得特别地开心 回到宿舍 一看到那些 就是会计那些东西 然后学习的资料 我就觉得学不进去 后来我就想 我是不是选错了专业 仿飞自我 他苦坏母亲 那次珠子掉了 怕明天影响他演出 那天弄了一晚上 给他缝的那个珠子缝好 您退休了吗 我是去年退的休 还好您退休 如今乖乖女 二十七年后再次回归 面对母亲 又将表达怎样的歉意 我真的想让我妈 少为我操点心 多照顾一下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身体 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让我们共同见证 本栏目由助孩子 更高更壮更聪明的 笔质高赞助播出 孩子天天长 发育很关键 抓住关键期 促进生长发育 笔质高 胎胺酸磷酸青钙颗粒 是国药准字号产品 具有治疗效果 能促进孩子 正常生长发育 有请主持人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女皇 好 谢谢你们多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图磊 欢迎来到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谢谢你来了 由光爱儿童的笔质高药业 特别赞助播出 来 我们认识一下 三位嘉宾老师 他们分别是经理专家 百艳怡白老师 媒体评论人 施树思老师 美女主播 柴子璐 好 一起来看到今天的故事 我小的时候 爸爸工作特别忙 生活上 学习上 工作上的事情 都是妈妈关心我 有时候我觉得 我和妈妈的关系 更像姐妹 可能我太习惯了 他对于我的这种关爱 所以一直都是听他的话 等我到了大二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我想过自己选择的生活 所以我做了一些 很自我的选择 没有顾及妈妈的感受 这些年 我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 有很多时候 妈妈非常需要我 我都没有陪在他的身边 我真的特别想跟他说一句 妈妈 对不起 是我让你太过于操心了 掌声有请被道歉人 母亲金伟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嘉宾好 各位观众好 谢谢 请坐 那是你女儿是吗 对 我女儿肖肖 就一个孩子 就一个女儿 省心不 很操心 本来这次我也不想让他过来给我道什么歉 但是他今天要来 然后我也希望他以后生活越来越好 就是你是来满足他的 对 对的 但并不是真的要道什么歉 对的 即使女儿怎么说 我就顺着他 都成子女 有点儿溺爱 她多大年纪了 29今年 29 今年的 29也不小了 愁嫁了吧 老是想跟他争婚 给他找个好婆去 您多大年纪 我今年52 你是第一次来重庆吗 我真是第一次来重庆 重庆好玩吗 挺好的 他陪您玩了一会儿吗 昨天和前天都在这玩了 以前也经常跟着他出去旅游吗 也不经常 因为他比较忙 所以我发现我们节目简直是福利 很多当事人到我们这儿上节目 都因为这一次录制节目 对 终止了他们也许几年 十几年从未见面 或者是从未出门旅游 从未促膝长谈的这么一个机会 掌声有请女儿萧萧 各位老师好 各位嘉宾老师好 观众们好 女儿长得挺漂亮 漂亮吗 没有我妈妈漂亮 对 她老说长得像我 不像你 她长得一点都不像你 应该长得像你爹 那就是嫌我们俩优点长了 他们俩真会说话 萧萧 怎么折腾你母亲了 这得从我上高中说起 就我在上高中之前一直都挺听父母的话 在家特别乖 那会儿中考的时候呢 爸爸妈妈就想让我去隔北省的一个重点高中上学 没有父母的约束 我就自由了很多 学习成绩就直线的下降 然后妈妈就比较担心我会考不上大学 她就说那个要不然你就去考一个会计类的大专 后来我就听妈妈的话 我就去考的大专就考上了 你喜欢会计吗 你长得也不像个会计 我是做财务的 你长得像个会计 然后我就觉得还是随着父母学财务管理吧 好找工作呀 或我也能帮着他 对不对 学得好吗 没有 我觉得那个东西我很用心地在学 但是没有得到成效 你考了会计证吗 没有啊 就是上到大二的时候我就退学了 怎么呢 因为我在学校吧 一开学就报了一个花剧社 然后在花剧社那个演各种舞台剧 就是我每次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我都觉得特别的开心 回到宿舍一看到那些就是会计那些东西 然后学习的资料 我就觉得学不进去 后来我就想我是不是选错了 学习的专业 你喜欢艺术类的 对 因为我从小也是一直在学习这方面的 学习什么 是 他是这样的 就是小时候有一次他病了上幼儿园的时候 然后呢我给放到奶奶家了 就那会儿咱们那个就是看包青天的联系剧嘛 就是听着听着时间长了 他就把那主曲唱得特别好 回来奶奶就跟我说说他有这方面的医院细胞 说让我多培养培养 那会儿我们在幼儿园啊给他买钢琴啊 然后上了学以后找老师给他上上这个 我小学的时候还是少年工的金嗓子呢 我也没走这条道路啊 现在父母动不动就说哎呀我们孩子听着音乐就会摇动起来 很有音乐细胞 什么呀孩子都这样 你真的有音乐细菌吗 到后来高中的时候就确实跟音乐没有关系 但是一直是作为爱好培养的 而且在学校什么的都是参加这些比赛 就是个人的独唱什么的都获过奖的 获得最高奖项和荣誉是什么 专业的艺术类奖项那就是上中国音乐学院以后的了 你上了中国音乐学院 也就是说那学校没读了你就重考了一时刻 对 不是那前面那一年半不是白读了 是这样我们当时比较反对嘛 然后他给我们做工作有时候就是不回家嘛 有时候两周都不回家 人家平常老回家嘛 然后我就是也找不着他 然后找了他同学才联系他 他要去学校 然后我们那天呢就是找了一个餐厅嘛 坐在那就长期的谈了一下 你妥协了 对我妥协了 重新议考 回家我还做他爸爸的工作 因为他爸爸当时是不同意的 你这算重新高考吧 对 他还有一年他就可以毕业了 然后这样的等了毕业 你要觉得考这个艺术类啊 中国音乐学院 然后你再去考 他是坚持就要退学 重新高考 要考文化课 对 要考艺术课 这还挺繁琐的 的确是这样 考了几所院校 就考的中国音乐学院 就考中国音乐学院 就是瞄准了就要考那一家是吧 对 背考很辛苦吧 的确是这样 妈妈陪着你 对 妈妈一直陪着我 妈妈能做什么呢 当时背考要学的东西很多 因为我有两年都是在上大专 课本那些东西都已经没有了 让妈妈找到同事的孩子说 你们家孩子高考刚完 把这些书籍拿来 那个我的女儿现在要学这些东西了 再有就是找老师 每堂专业课妈妈都陪我去 一堂专业课当时费用也不便宜 在 多少钱 09年那会儿 一堂课就已经是800块钱 一个星期要上两次 但除了这个专业课以外 还要再上乐理 时长练耳 然后还有星体 还有舞蹈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一月挣个七八千块钱 09年 差不多吧 还可以 还供得起 一堂课八九百 对对对 是吧 那你不上班 你天天陪着他去上课 不 他有时候晚上上 白天他自己去 在当地上 在当地 你都陪着 我都陪着 你会站那个窗边看吗 对啊 那是考试的时候 他都多大了 你还跟着去 大学上 他是那次参加考试的时候 他是上午11点的那个参加考试 然后我们去到那以后 他八点半 他就进场了 但是考场呢 正好是有一个花坛 我就站的那花坛 其实家长都是那样 在那围着 能看到 但是呢 八点半 我们在那等了 等了将近几个小时吧 就是站的时间太长了 然后腿也麻了 腰也酸了 等他考 他考不好 对 就想看看他发挥的如何 考什么呢 专业课 唱两首歌 一首意大利的歌剧 还有一首中国歌 中国歌唱的什么 永恒的爱恋 我想听意大利歌剧 你给我来一个 拍摄 感谢观看 好听吗 我觉得非常好听 好在哪呢 妈妈你说我听听 嗓子这块她是特别难得的女中音 而且戴花枪这是她老师说的 所以我觉得当时也是选对了 支持她 你看她坐那儿那样 突然站起来唱的会完全两种不一样的状态 你还是适合干这个 干对了 考得很顺利是吧 妈妈身体怎么样 我那会考学的时候 她工作上面的事情也很多 我考试的时候她还在窗外扒着看 等我考完以后出来 然后我看我妈坐在花坛那儿 我说妈咱们走吧 考完了 然后我妈说再坐一会儿 我说你怎么了 她说我腿麻了 走不了 然后那个腰味有点酸了 然后我说那我陪你坐会儿 后来我一下就特别感动 就是然后眼泪就流出来了 就觉得哎呀 我们顶着这么多压力 然后妈妈又这么辛苦 我是把我妈妈拖累了 然后让她跟着我一起承受这种压力 反正我就哭了 背考持续了多长时间 半年多吧 专业课考完了 就得还得要背考那个文化课 文化课期间就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个就是我母亲突然就病重了 姥姥也特别关心她 因为也知道她把学退了 但是她参加高考文化课补习 又找老师补课什么的 所以特别的忙 然后每次呢我就安慰我妈妈 说她现在挺努力的 学习也挺好的 您放心吧 然后呢她呢回来要问我 说姥姥身体怎么样啊 我说也不错 只是暂时住院 但当时妈妈病得很严重 然后就突然间去世了 去世以后呢 双重压力吧 我想呢能让她见姥姥一面 但是又怕她高考呢 所以我就两难 然后就是在家 我工作特别忙 从专业考试到女文化课考试 我一下就累倒了 就是面瘫了 但是又不能倒下 然后就一边带她去学习 一边这边治疗 有时候出去又怕疯嘛 带着口袋带她去巧病 她备考专心吗 努力吗 很努力 很专心 没见到姥姥最后一年 对 后悔吗 我最后一次见姥姥 姥姥跟我说 等我考完了以后 她说等我考完了以后 让我来看看她 然后就是让我陪她一起出去走走 然后那天考完了之后 我就出去玩了 回来以后 妈妈就是坐在那聊天 很正常的跟我说 说刘萧啊 姥姥不在了 并没抢救的时候 没抢救过来 然后我就当时心里头 其实是懵的 我说怎么可能啊 就没有想过这么快 后来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你跟我开玩笑了吧 我妈说真的 没跟你开玩笑 我就一下就哭了 你让他这样做 经历一些东西 对于那些搞艺术创作的人来说 不一定是坏事 上了大学了 这个上大学快了吧 好像也我非常高兴 我还把我的证书 然后到姥姥那里 给姥姥看 我特别的希望她能够看到 你是哪个专业 声乐 对 声乐歌剧系 你们那个学校的学生 是不是经常出去接商演 那会儿我觉得 多一些出去演出的机会 锻炼自己 但我妈妈就觉得我没有必要这样 然后觉得出去接商演 会接触很多不好的东西 什么叫不好的东西 就怕她回来太晚 然后她爸爸也不放心 但是她那会儿就有点自我 或者任性 然后有时给她打个好几个电话 她也不接 是这样的 读艺术类院校 然后你又出来接商演 这样的话能专心地学习吗 我是觉得因为要搞艺术 总要多出去走一走 学习跟商演 我觉得并不冲突 你上演 你演什么呢 比如说商场里搭了个舞台 然后要表演一些节目 吸引观众 你唱歌吗 唱啊 你唱意大利歌剧 那当然不是了 那你唱啥 就是唱一些什么中国的作品 比如说《茉莉花》 比如说《为了谁》 比如说《我爱你塞北的雪》 第一次出去商演的时候 你觉得脸生吗 没有什么感觉 你怎么找到的 同学带我去的吗 同学带你去的 同学带我去 然后当时就几百块嘛 因为是学生啊 第一笔钱给妈妈买礼物了没有 我给我妈买礼物 不是赚那第一笔钱 是早早就给她买过很多礼物 是吧 是 那还行 养这个女儿还算值 但是做商演这个东西会上瘾的 当你知道你通过自己的能力 能够争取一份收入的时候 你会止不住地挤出时间去商演 是这样吗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商演 完了我妈妈她特别担心 就一直给我打电话 等我回来的时候 就她可能闻到 就是我跟我朋友出去 然后商演完我们会聚会嘛 你喝酒 那次他们劝我 然后我就喝了一点点 后来我回来的时候我妈挺生气的 但是一看我喝完酒那么难受呢 她就又照顾我 搞声乐的人要爱惜嗓子 怎么能喝酒呢 是不是 一个女人喝酒像什么样子 平常我说你多保护点嗓子 有时给她弄点柠檬水啊 蜂蜜水啊 这样让她保护好嗓子 弄点百合啊喝 她在学校谈恋爱吗 是啊 她谈了一个就是比她小三岁的一个 姐弟恋啊 姐弟恋 可以啊你 比她小三岁的一个小妈 怎么会找一个弟弟呢 那个是我早就认识的 在我那个高考之前就认识的 然后后来她出国了 出国我们也一直有联系 后来等她回来之后我们就好了 这事她不知道啊 我妈妈后来知道的 你同意吗 我们刚开始是不太同意 然后呢觉得那男孩子大手大脚的 家里条件好是吧 家里条件是不错 但是有时候 对女儿有点发脾气啊 那我们这独生子女 就觉得看着挺心疼的 然后再一个呢 跟家里聚会吧 她家里好像做生意的 就是有时候劝 劝玩人喝酒 玩人本身血压高嘛 父母都见了面 父母见了面了 就谈婚论嫁了是吧 嗯 你接了吗 没有 怎么呢 就是我们 我们俩是这样 因为时间也挺长的 就是虽然在一起可能就有四年 但是之前就一直在联系 也特别了解了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就互相都变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俩性格越来越不合适 最后就分手了 读了几年 我们大学五年制 我刚考着那年变得五年 那你们这个院校的人 毕业之后 一般都应聘什么工作呢 我们学校毕业了以后 有的去读研 有的呢出国读研 有的呢就去当老师 有的自己做培训机构 还有的就是去文工团 各个的地方的去当演员 你选择了什么 我当时选的是去当演员 去应聘是吧 去传媒公司是吗 对 你同意他去传媒公司吗 他去哪儿 反正我们都觉得可以 刚开始是我跟他爸爸 给他介绍了一个单位 然后让他去考 他不是失恋了吗 影响他情绪 他去考文工团的时候 也是失利了 没考上 我就经常陪着他出去遛弯啊 什么看看电影啊 让他越快越好地走出来 本来说操心高考 高考完了以后考上大学不用操心了嘛 又操心他商演谈恋爱 是吧 结果大学毕业之后 你可以不会操心了吧 又操心他找工作的事 你妈对你怎么样 你觉得 她对我的爱特别多 就是可以细致到生活的各个小方面 就是平常生活我们不是在一起嘛 然后每天妈妈就会给我起来做早饭啊 然后回来晚上家里也有热饭可以吃啊 家务什么的 妈妈都大包大揽 你啥也不干着啊 也不是 我自己在家也有做 但是我还没有做的时候 我妈就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自己也反省了 这种事情就是不太好 所以这个要抽出各种就是上班之余的时间来做家务 你现在还跟父母住一块吗 是这样 我爸爸他就是在单位那边 因为很多事情走不开 我妈妈他跟我一起住 你自己没买房啊 我们是这样 就是当时呢 离上学不远嘛 然后就在周边离学校进给买一小公寓 然后他这不是上班 多少钱啊小公寓 当时是一百多万吧 一百多万相当于你们存款积蓄的百分多少 反正就是占很大一部分吧 别舍得 就这一女儿吧 来回来去跑挺辛苦的 你不怕让他单住出去了 太野了吗 我陪着他 我陪着他 照顾他起居什么的 做饭 做饭 对 洗衣服 你妈对你真好 是吧 近些年来已经工作了多少年了 15年 三年你还花过爸妈的钱吗 我工作之后没有花过爸妈钱 爸妈会给你钱 对 他们会给我钱 给他钱干什么 其实他也工资挺够自己花的 但是他挺懂事的 然后有时出去出差 跟我买一些吃的呀 或者是用的呀 然后逢年过节 我过生日 也给我买礼物 还是觉得让女儿过得更好一点吧 所以老是偷着给他点零花钱 但基本上他都攒起来 给我买礼物了 那还行 还有什么要感谢妈妈的 就比如说我出去参加一些演出 有一次我那个在演出场 然后那个鞋子 鞋跟被就拿去了以后 被我们家狗咬坏了 然后那个鞋跟 它就是歪的 因为我要是穿着它 就只能一裹一裹的上台 但那个因为是个小合唱 所以呢不能换鞋 就是这个鞋必须要穿着上去 后来就跟我妈打电话吐槽 我说我这个鞋被狗咬了什么什么的 后来挂了电话 我就打算脱了鞋 最后带不了 我就这样上去 就过了20到30分钟吧 我妈又给我打电话 说你出来接我一下 我那个给你那个 把鞋弄一弄 后来我就出去了 到门口之后 我妈拿了一个小锤子 然后又拿了个鞋钉 把那个给我抠下来以后 又钉上去了 就把那个他找的那个鞋根钉上去了 我当时就觉得我妈太能干了 就没想到她还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不是个会计吗 你怎么成了个修鞋匠呢 是这样的 就是女儿这块游戏 她出去演出啊 演出服啊 我基本上平常给她运一运 然后有时候珠子掉了 她有时候就是来不及嘛 所以我就干一些全能助手的工作 那次珠子掉了 怕明天影响她演出 那天弄了一晚上给她缝的那个珠子缝好 您退休了吗 我是去年退的休 还好您退休了 刚才不是说买了一套房子吗 是吧 对 那套房子还在吗 不在了 就是她上完大学 然后她那个通过努力嘛 考了那个三所那个文工团 那一个是国家大剧院 还有那个总政歌舞团 还有是战友文工团 然后最后她两个单位都录取她了 她选了是就是战友 现在的单位 以前形容爱情 是说我愿意追随你到天涯海角 你妈也能追随你到天涯海角 追过吗 追过 就上次她那个去海南演出 演出然后以后呢 那个参加那个比赛 然后去了海南以后呢 就是水土不服嘛 说怎么办呢 但是我说 你还是能坚持就坚持吧 她也觉得挺难得的 这个参加这次比赛 然后我那天也没告诉她 我第二天在网上买的那个飞机票 我就直接过去了 当时她挺感动的 然后又照顾她病 然后再照顾演出 现在最操心的就是她结婚的事了 对 催你是吧 对 这两年她一直在催我 她这块严先吧 管着她严 然后呢 基本上不让她那么早交朋友 她现在29是吧 现在一管管严了吧 29现在都没朋友 我又着急了 你说吧 你要找个什么样的 来 对着镜头说 我一个是就是觉得相亲父母吧 就是有 外表上要不要匹配 外表别太 你好歹得比她高吧 好歹高点 对对 学历也差不多吧 本科以上 对对对 经济收入呢 那主要有能力就可以啊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是创业阶段 主要是对你好就可以了 家庭条件呢 没太考虑这些事 单亲家庭可以吗 单亲家庭 那看她了吧 我们家长好像不太管这些 结过婚可以吗 那个好像不行 其实这妈妈挺开明的 没什么多大要求 你也不是找不着 你是自己标准高吧 肯定有男生追你吗 有一些男生会表达一下 是啊 没有合适的是吧 因为这个年纪 我想就是考虑的更多一些 就没有说直接说行不行这样子 行了 别的不多说了 最后问一下 你为什么今天选择到这来感谢母亲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 可能我在妈妈心中还永远是个小女孩 但是我其实可以自己做饭 而且我饭做得挺好 记得有一次给你和我爸爸做饭 然后你们都诧异地说怎么可以做这么好吃 那肯定不是为了捧我 就是真心的 然后还有就是包括洗衣服呀这些事情 我可以自己做到 我可以自己做到 因为 这么大年纪 然后我就赶紧下楼 因为医院离我家很近 我就打了一车去的医院 急诊室的大夫就说你这么严重 怎么自己来了 当时就做心电图都做不了 就一直在吐 后来那个他爸爸告诉他了 我是不想告诉他 然后我当时还在外地嘛 我爸告诉我之后 我就马上飞回来了 得陪在我妈身边 然后我还责怪他这事怎么没跟我说这么严重 还有前一段时间 他心肌炎去医院了 完了去医院 人家说让他住院 要打11天的掉水 然后我妈就说我不要住院 我闺女那个马上就要出差 我想多陪陪他 我就说你这样的情况 你就不要陪我了 你就在医院安心地养病吧 然后我妈就他不愿意 所以我觉得就通过这些事情 我真的想让我妈少为我操点心 多照顾一下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身体 您岁数也大了 我希望您能多关心自己的健康 那你让他去干嘛呢 他操了大半辈子心就为你 你这会儿你让他去干嘛去 他说让我跟那个 就是我爱人到时退休了 一块出去玩一玩 散开心 别再为他操心了 他没嫁你肯定是不会去的 对您说的对 等着抱外孙是吧 对呀就是着急 找个入赘的女婿更好 更好了 是吧 是吧 也大了 是应该开始考虑一下 年华亦老 转眼青春就是 来 萧萧妈妈 我本来是想说觉得你对萧萧 可能保护的太多了 但是我后来一想啊 我发现我妈也是这样 我有时候还是挺享受这种感觉的 就前几天吧 我有一裙子被勾坏了 我要跟她说我妈帮我补一下 其实我自己能补 我妈很快下午就递给我了 其实那种感觉我是很满足的 觉得有妈妈在宠我 我希望她能一辈子宠我 我相信萧萧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吧 但是你得适当地给她一些空间 让她展示她的能力 她很有主见的 在她大二的时候 她可以放弃自己学了两年的专业 毅然决然地去考一个毫不相关的 自己有感兴趣的一个高等学府 而且最终她成功了 说明她是有这个能力 也是对自己有非常清楚的认识的一个人 而且她能把你给她的零花钱 她拿着她全给你买礼物 这孩子也是非常有孝心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俩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祝福你们吧 希望萧萧能飞得更高更远 你能够成就她更多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来了 其实萧萧刚才说 想让妈妈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 嗯 对 我在萧萧这个年龄的时候 甚至我在40岁的时候 我都希望我妈妈觉得我长大了 能把她手上牵着我的这根线给放开 但是到我45岁 我妈妈今年70岁 前两天打电话给妈妈出差嘛 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进去去世的这件事情 我当时不知道我怎么回事 我就直接在电话里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要坚强一点 你就勇敢一点 因为我学心理学的嘛 我就跟她谈死亡的焦虑 死亡的恐惧 人怕也得死不怕也得死 然后就跟她讲这些 然后我妈就急了 然后我妈说我没害怕呀 我没怎么怎么样 就我们俩在电话里争吵起来 后来我气得我呀 都把电话都给挂了 后来平静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我就又给我妈妈打过去 然后我妈说我想了半天 没想到我哪句话是错的 然后当时我就哭了 我说妈妈我怕你老 我怕你死 然后我妈就说 哎呀你怎么突然间像个十岁的孩子 你看你在电视上说话说得多好啊 你怎么突然间像个孩子 我说妈妈我就是你的孩子 我就 所以小小我想跟你说的是 在你这个年龄 希望妈妈能够离我们远一些 希望妈妈让我们长大 那可能不用很久 然后你就突然间会发现 你多么希望永远是她的孩子 然后我想的妈妈说 如果你想让你的女儿 尽快地去找到她的幸福 那你就得要忍下一点心 让她感受一点点的孤独和寂寞 每天有妈妈在那儿把家弄得温暖暖的 香喷喷的 饭菜都做得那么的可口 她内心当中的位置 离那个孩子还是很近 她就没有办法去感受一个人的清冷 一个人的孤单的时候 她需要去找一个属于她自己 创造出来的一份情感 她那个动力就没有那么强 所以您真要想在这个阶段 让她找到她自己的另一半的时候 您就得稍微往后退一点 其实真的 挺感谢你们今天的到来 能够让我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 有机会 因为我妈妈是谢谢你来的忠实的粉丝 每期必看 然后我想这些话她应该能够听到 但是我妈可斗了 我妈说 你怎么像个孩子似的 你突然间跟我说这些 你把土壘叫来 然后让她给咱俩调解调解 特别可爱 我想 就像刚才肖肖说 很感激妈妈 很爱妈妈 我想这是很多的孩子 都想跟妈妈说的一句话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第一句要说的话 作为一个现代的独立女性 不管周围的远光 有多么的犀利 压力有多么大 我还送你仨子不讲究 一定要恪守这样的原则 去寻找你自己的真爱 这是一个现代女性 应该抱有的底线 你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庭 有很多场景 可能让人羡慕 一定要想到 以某种方式去回报这样的关心 所以今天她请您来 一方面就是真诚的感谢 另一方面 可能是一个 你最喜欢最爱的人的告别 我希望你能理解 这样的一次特殊的告别 借助我们的舞台 谢谢老师 推荐给您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穆颂》 我从互联网 把这本书最打动人心的一段话 写下来 念给您听 谢谢老师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 所谓妇女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她的缘分 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地目送她的背影 渐行渐远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 看着她逐渐消失在 小路转弯的地方 而且她用背影默默地告诉您 不用追 您最应该牵挤的手 是你老公的手 跟她白头偕老 相互恩爱 然后放手 让你自己女儿去获得她自己的幸福 然后 再相爱 再重续 母女神情 祝你们幸福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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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得了手吗 一定要放手的 让闺女去自由飞翔 你的不断地不放手 对于她来说 其实是一种压力 对 你看她刚才说 你不是备考的时候 你也病了吗 现在又有心肌炎吗 等等等等 你对这所有的付出对于她来说她无法承受 对 她心还特别重 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做你心里才舒服 但是拜托你再关注她百分之百的同事 能不能给百分之二十的爱给您老公啊 咱们男人不容易 我放心我老婆现在就有这苗头你知道吗 她现在什么事都是说女儿的事都不太管我 我以前我每次出差 衣服衬衫全给我整好 并且写上纸条 什么衣服配什么衬衫 现在不管这事了 她回来也是给她做饭 我婚女说你看我爸一回来 你看你就给口吃的 你都说得跟很伟大似的 是不是 不就给口吃的吗 行吧 接下来有什么话跟妈妈说 谢谢你来 妈妈 你的身体需要更注意一些 然后平时多放一些心在自己的身体上 你好了 我觉得我在外面 不管是工作还是怎样 都会更放心 然后我还觉得我陪伴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所以我要尽量多抽出一些时间 然后多陪你走一走 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全国各地哪个城市 我都希望带你玩一玩 然后让你开心 因为我也很爱你 因为我也很爱你 我也很爱你 然后就是希望你和我爸 也可以到时候想想你们的这个 一样天年的福 不要总是就是把那个目光放在我的身上 忽略了爸爸 希望你俩也可以一起出去旅行 如果愿意带上我就把我带上 让母亲放心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爱自己 尊重自己 母亲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把礼物拿着给你妈送过去 妈 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谢谢啊 来 拆开礼物看看是什么 什么呀 什么呀 项链 给妈妈带着 妈妈坐着 让她带 好 妈妈带项链好有仪式感 你看 坐得倍儿直 来 妈妈 我送你一首就是 你最开始陪我一起上课听过的歌 这首歌你特别喜欢 每次我唱这首歌也特别留感情 我想把这个最简单的做主实的这种爱送给你 谢谢啊 好女儿 小时后妈妈妈对我讲 大海就是我不想海边初上 海里成长 大海呀那海 是我生活的地方 走遍天涯海角 总在我的身旁 来到中间了 所以别的不多说了 我也不劝您说将来过自己的日子 您该怎么折磨他还怎么折磨他 你该怎么抓着不撒手都行 但是唯独两点做好 第一点是多关注关注您的先生 因为那才是真正的原生家庭 除此之外不要逼着他结婚 万一要是逼着他找了一个不好的男人 那你真是后悔一辈子 其他都不重要 他是不是能红啊能唱歌或怎么样 或者将来找个什么样的了 那是他自己的事 只希望他快乐 好吧 再见 谢谢谢谢主持人 谢谢嘉宾 谢谢赞助 妈妈你的身体啊 需要更注意一些 我要多陪你走一走 因为我也很爱你 我也很爱你 谢谢你来了 由光爱儿童的笔枝高药液 特别赞助活出 感恩生活感恩有礼 谢谢光爱儿童的笔枝高药液 为两位当事人所提供的丰厚的礼品 如果有可能的话 当我们寻求帮助和寻找安全感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真想钻回妈妈肚子里再生一次 因为你觉得那个是最温暖的例子 但生活没有如果 当你已经出生独立的时候 你应该成为妈妈的保护伞 而不要让她再为我们而担忧 好的 如果你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想要诉说 同样欢迎来到谢谢你来了 只要你是真诚的 我们都愿意聆听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本栏目由助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的笔枝高赞助播出 孩子天天涨发育很关键 抓住关键期促进生长发育 笔枝高 胎胺胺酸磷酸青钙颗粒 是国药准字号产品 具有治疗效果 能促进孩子正常生长发育